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和杨阳在众人严厉 很般配的郎才女貌下一站是否能带来惊喜 杨阳与迪丽热巴在2022年网络电视颁奖礼上再次合作演出烟花 你是我 杨阳和迪丽热巴对视一眼 甜甜的说着甜言蜜语 引得不少人大呼太般配了 要他们好好考虑考虑 毕竟他们本来就是来喝酒发红包的 我说的是两位超级巨星 他们不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 而且给粉丝带来了很多惊喜 杨阳笑眯眯的看了迪丽热巴一眼 眼神中带着一丝天然的亲密 而热巴则是背对着镜头 虽然看不清表情 但是看热巴那一身苹果般的肌肉 应该是冲着杨阳笑了笑 两个人四目相对 画面很是温馨 电视里那一对男女 双眼含情默默 泪眼婆娑 唱着唱着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这很正常 但最后却变成了真心话 两个人一边说着甜言蜜语 一边有眼尖的网友注意到 杨阳还特意搬了把椅子给热巴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热巴 杨幂 黄明浩 坐在白色的小沙发上 杨阳站在热巴身边 所有人都认为 杨阳像一个护花使者 而且 他们之间的对话并不是闲聊 而是一种默契 真是太棒了 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未来的生活 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笑倾国 秋波一动 勾魂射破 这才是真正的迪丽热巴 洋洋温柔 高贵 无人能及 还有人说 这是对粉丝们准备正式发行的一次惊喜 两个人长得太像了 有眼尖的网友已经开始猜测 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同一间房里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双方立场暧昧 杨阳这个人一向比较迟钝 以前和其他明星合作的时候 他还比较内敛 但是跟热巴一对 杨阳就完全不一样了 自2020年起 热巴和杨阳的关系就一直不错 拍戏时经常下大雨 下班后还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 之前和胡冰青合作 旋风少女时 杨阳总是一副高冷的样子 可是这次热巴不仅给他拍照 还挽着他的胳膊 搂着他的肩膀 搂着胳膊 抱着胳膊抱着胳膊 脸红得像火烧一样 两人还爱特了一张童年时代唐烟与罗靖的合照 之后杨阳又上了青春环游记第三季 当范澄澄提到热巴时 杨阳的脸色微微一变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那是发自骨子里的喜悦 贾灵也大声地要求杨迪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杨阳 杨幂 还有迪丽热巴 简直就是一对逼人 热巴出道之前 黄景瑜 杨阳 陆寒 黄景瑜 杨阳这三组人气最高的CP 不过热巴显然更喜欢杨阳 热巴和黄景瑜在一个节目里 热巴捂着嘴笑的前仰后合 杨阳上台之后 两人就像是一对小情侣 谁也不让谁 这也怪不得CP粉 关键是主角送的糖实在太多了 当然 这只是网络上的猜测 并不是真的 很多人都在猜测杨阳和迪丽热巴是不是真的 也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温度 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但也有人觉得 既然是同一个工作 就算碰上了 也不一定是情侣 十有八九是故意的 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杨阳和迪丽热巴到底有没有走到一起 希望他们能够借此一飞冲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